花蓮市复兴路桥拆除交通维持计划 在10月份的道案汇报中决议通过 而拆除作业将在11月11号的晚上8点 到12号的早上6点才夜间施工 而周边的道路将因应拆除了作业 进行交通管制措施 市长为家宴提醒民众留意交管措施 提前改道或是配合现场道路标志 以及耗制指示来行驶 花蓮市美伦地区的复兴路桥 多年来闲置也没有进行维护管养 目前是禁止行人使用 今年的10月份道案汇报中 也决议通过要进行拆除 复兴路桥的拆除作业 11月11号晚间8点到12号早上6点 要才夜间施工 周边道路会进行交通管制 那也跟大家报告 我们11月11号的晚上8点 那会拆除我们的路桥 一直到隔天的早上6点 那进周边的一些路口 都会做一些我们交通管制 也请我们所有市民 请要跟我们经过这边 或是回家的我们用路人 要说一声抱歉 那可能请大家落入 或者是说可能提早要先下班 那在这个部分 家印还是要跟我们所有用路人 说一声抱歉 因为路桥其实已经不服使用了 那也有造成很多治安上的一些问题 那再加上周边的人行道 我们也即将做改善 那在这边还是请我们用路人 要稍加注意 我们在这个路桥 施工的部分 也希望我们的民众 能够配合管制 那我们代表会也会尽我们代表的能力 去告知我们周边的民众 还有里长们 一起大家配合 这样一小段的时间 造成大家的不便 也尽请大家体谅 施工所规划了替代道路 并且发文到相关单位 以利顺畅通行 而市长卫家宴也再次提醒民众 要留意交管措施 提前改道 或者是配合现场的道路标志 和耗制指示来行驶 介络会换室报道